到时候大骊复国之时 您就是女皇陛下 可我根本不懂治国之道 公主殿下 这是您的使命 您身上流淌着大骊皇室血脉 赋予您的使命 还望公主殿下 顺民意 顺民信 相国大人说的是 既然天不灭我大骊 我等有岂有自弃的道理 公主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 我们需要一起去面对她 我们 玄珠 你还是不相信我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和燕燕已经不可能了 我身为大骊的公主 必不辱使命 我也会尽心竭力扶持公主 请大家放心 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公主殿下千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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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不敢面对自己的子民 也没脸面对我了吗 也是 你能做什么 要是没有我 你根本杀不了李渊 现在连公主 也要我替你当 就你这个样子 还妄想以灵济灯 拯救苍生 你配吗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我的不重要 我只是觉得 你怎么会蠢到这个地步 你以为你死了 别人就会领你的情吗 世人大多冷酷无几 只想着自己的好处 我要做什么 用不着你管 当然 我猜 你已经打消这个念头 毕竟 你连你的子民都不要 不过 你真的甘心把你的位子让给我吗 玄珠 从小到大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都会拼命地去完成 玄珠 你比我坚强 比我勇敢 或许你比我更适合当这个公主 玲铭 就拜托你了 你疯了吗 我对复国根本就不感兴趣 而且现在就剩这么点人了 难道要让他们去送死吗 不过 不过 我倒是挺享受做公主的感觉 万人拥戴真的挺好的 你别妄想我会替你做事 如果你放心不下 就拿回你的位子 皇上 你这个素头乌龟的样子真的很难看 路上